土耳其地震奪走至少4萬人的性命 包含抗震豪宅等大量建築物倒塌 公路被震成碎片 令人關注的是 小城鎳埃爾津在這次強震之中 沒有人死亡 也沒有建築物倒塌 據美媒報導 埃爾津只是距離震央約112公里 地震之後部分建築物受損 巴士站都封了 雅力散落一地 不過除此之外 民眾生活如常 道路完好無缺 相比之下 19公里外的奧斯曼尼耶城鎮就不同了 房屋被移為平地 在民眾努力獲得援助 在埃爾津工作6年的39歲男子表示 地震發生後 已經有2萬人湧入埃爾津 當地人口增加約50% 他提到前任和現任市長 都堅持不允許建造不符合規範的建築物 一旦官員發現有違法建造的建築時 就會將它拆除 有些當地人感到非常生氣 但市長立場堅定 知道大地震遲了會來